大家好,我是Den 在昨天,最后一季的Kindom 2 播放了六组女团的最终竞演舞台 而在每场竞演都持续排名前排的五组索女 最终获胜,拿下了冠军 但是Kindom 2的最终排名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首先,第一场舞台是Hiorin的Walkaboo 明明是第一场舞台,却表演成Ending舞台了 超强的开麦实力,霸气的风格 一个人参加Kindom 2的Hiorin 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竞演 真的将Solo歌手Hiorin的形象 完美地打入了观众们的心里 这季如果没有Hiorin的话 我可能就不想看了 唯一像歌手一样的歌手 我心目中的第一 我不是Sista粉丝 也不是Hiorin的粉丝 但是看了Kindom 2后 再次渲染了Hiorin的最强实力 第二场舞台是 五组索女Aura 一看到结果眼泪就流出了 五组索女一直以来的努力 终于被大家看到了 因为太幸福所以流泪了 拜托大家一定要全员续约 我们再一次飞翔吧 Aura这首歌是 五组索女队长 Eshi作词作曲的歌曲 所以整个舞台都完美地 呈现了五组索女的特有魅力 再加上刀群舞 稳定的歌唱实力 真的是很完美 每年1月1号 都会登上音乐网站 一味的歌曲 Irui Putake Potoplight 拥有很多隐藏名曲的五组索女 真的希望能够迎接 新的全盛时期 第三场舞台是 Kepula Doggers 哇 太帅了 他们真的很会做这种舞台 希望能以这种风格回归 Kepula真的太棒了 Kim Cha Yam虽然病了 也努力做了舞台 辛苦你了 Kepula的Tekers这首歌 一开始听音乐的时候 只是觉得还不错而已 但是昨天在看完舞台后 我个人觉得 完全是可以用来做 回归猪大哥程度的很不错 成员们的魅力 舞台掌握力 都不像是出道才几个月的新人女团 我相信透过Qndom图 应该让很多观众们都非常期待 Kepula的未来了 第四场舞台是 PBG的《欢桑》 很像童话很漂亮 但为什么这么催泪呢 小女友 PBG 最近都没有这种风格的歌 成员们笑着做舞台 真的让人感到快乐又幸福 迪士尼公主们 只走话路吧 《欢桑》这首歌 本来是姚家庆古时候的主打歌后部曲 所以对于姚家庆古粉丝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歌曲 而整个舞台就好像是看一部音乐剧一样 非常美丽 其中我最喜欢的演出是 三个人穿着笑服进入一个地方后 变成PBG成员们出来的那个部分 这首歌真的是对于姚家庆舞蹈 PBG的粉丝们来说 就像是生日礼物一样的歌曲 第五场舞台是 看了Qndom之后入坑了 真的是能号召女粉的风格 真的起鸡皮疙瘩了 应该没有人可以用实力来算他们吧 真心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艺人 在第一轮竞演 因为成员确诊弃权成为到处第一名 第一轮到第三轮 总分排名第五的 在最后一场舞台 以强烈的舞台演出 散发了完美的Girl Crush美丽 结果拿下了所有投票 姻缘影片总分数一位之后 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 完美化下了Qndom的句点 第六场舞台是 果然是夏日女王 真的是又快乐又愉快的舞台 在Qndom淘汰危机中生存 表演了这么帅气的最后一轮舞台 真的很高兴 希望能再一次的引起狂风 在最后一场舞台 Bregers准备了非常快乐的夏日歌曲 充分地展现了 Bregers的固有魅力 只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 如果能在编曲部分 再加上一点快乐的话 会不会更好呢 不管怎么样 希望你们的面前姐能好好参考 Qndom图观众们的意见 为Bregers再次创造一次奇迹 在所有舞台结束后 公开了Qndom图的最终排名 一位五九索鸟 二位一大列索鸟 三位PPG 四位Hiorin 五位Kepro 六位Bregers 但是在最终排名公开后 就有部分粉丝们发现 Spotify音源数据换算成分数的结果是 一位一大列索鸟 二位PPG 三位五九索鸟 但是在节目中公开的分数结果是 一位一大列索鸟 二位五九索鸟 三位PPG 二三位有变动 虽然Mnet有说明是除掉了重复的数据 但是部分网友们还是质疑Mnet的造假 不管怎么样 六组女团透过Qndom图 都展现了非常敬业努力的舞台 希望这次的出演 能给六组女团带来新的机会 Hiorin Pregers PPG 五九索鸟 伊大列索鸟 Kepro 大家都辛苦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其佛对不起 我要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 做一下这个 订阅 订阅